熱騰騰的大腸麵線 在寒冬裡吃上一碗好溫暖 但更讓人暖心的 自作自製的愛心捐款箱 上面寫著土耳其加油 就這樣子大家就大大捐一下 因為那有剩的零選就多捐一下 儘管是小本生意 要賣出150萬才能賺到1萬元 但老闆二話不說代頭捐款 代頭啦 代頭住下 然後自然 因為你有的人 50 100他也不好意思去捐 但是我們擊殺城塔 就起來就一幣就很大幣的錢 只見這位太太捐出百元超力挺 而立頭年輕人更是低調塞了幾千元 三元土耳其的小小捐款箱 短短的時間就已經被民眾的愛心 塞得滿滿的 對 想說早上騎車都會經過 就趕快就不要浪費時間做這個事情 希望能夠盡綿薄之力 這個人都在公益 平常十幾年都在做公益 其實老闆做愛心已經行之多年 周邊店家都知道他的意舉 拿出一整本愛心的帳目 裡面寄著滿滿每一位愛心的捐款 募捐的款項更是多達150多萬元 主要是捐給育幼院和企志之家 因為客人信任你 因為他買東西有帶東西回去 可是他投下去那筆錢就是讓不用 他絕對信任你他才會投錢進去 所以那是最大的快樂是在這邊 得到客人的信任 他都會進那個僱侯院 他擋住我 他這個人都在公益 平常十幾年都在做公益 只要人家投入這個愛心之家 他如果存起來 每個月就寄給四個團體 而且他本身很有愛心 每個月都是叫客戶兼任 他自己就先提倡他自己要捐多少 讓客戶有愛心的人士 一直跟著他家進來這樣子 每個年每月都是差不多的 老闆說每筆款項 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能夠持續的做愛心 全來自每位捐款者 對他的信任 這次土耳其發生大地震 傷亡慘重 台灣小小攤販用自己的方式 幫助土耳其早日度過難關 記者黃紹明記錄報導